Hello 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Volkswagen New Sport Van發表會的現場 在這裡先來介紹他們全新發表的New Sport Van 它的車型部分有三種 一個是180 TSI Comfort Line 另外是280 TSI High Line 以及280 TDI Comfort Line 售價的部分 180 TSI是109.8萬 280 TSI是127.8萬 280 TDI是114.8萬 至於在引擎的配置上面 180搭載的是1.2升的渦輪增壓汽油引擎 280 TSI搭載的是1.4升的TSI引擎 另外280 TDI則是搭載1.6升的柴油渦輪增壓引擎 他們的變速箱同樣都是搭載7速的DSG雙離合器自首排變速箱 OK 那其實這次Sport Van最大的特徵呢 除了在外觀上面非常的好看以外 還有它的那個腰線之外呢 其實最重要是它在這個車室的後座 以及車室的空間的應用 那我們來看後座的空間 後座呢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它可以做 除了可以做424分離的傾倒之外 還可以做前後滑移 OK 那 在後行椅箱的部分呢 它除了基本的容積有590公升之外呢 它還可以做這個隔板下潛的動作 OK 往下移以後可以增加它的這個高度 就是它的這個行椅箱的這個高度 另外下面還有一些空間收納的置物空間 那我們把座椅傾倒之後呢 它的最大的容積 可以來到1520公升 所以它整個在這個空間的應用上面呢 是非常的廣泛的 那它的傾倒的方式呢 就非常的基本 就是這種方式 那同時它也可以傾倒之外呢 它的座椅的椅背 也可以做一些調整 好 那另外我們看到內裝的部分 內裝 所有車型都一樣 都有搭載這個 Competition Media觸控的螢幕 它的螢幕有6吋 那我們如果看到恆溫空調的部分 如果是雙區恆溫空調的話 就是Highline的車型 那如果單區的話 就是Comfortline的車型 而在內裝的質感上面呢 如果是Highline 它的這個質感啊 會做一些這個鍍鉻飾條的一些點綴 那在Comfortline上面 會稍微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另外呢 在它的座椅的部分 如果是像Highline的話呢 它就會是用這種材質 雞皮的材質的座椅 而如果是Comfortline的話 就是支部的座椅 不過這些座椅的材質呢 甚至到前面的電動椅的部分呢 是都可以做選配的 還有一個可以選配的 就是它的天床 不過今天這裡呢 我們是看不到的 它沒有一台車型有做這個選配 不過這些東西是都可以做選配的喔 那至於在安全配備上面呢 ABS 防縮時煞車系統 EBD EDL ASR ESP 等等的這些安全系統都有 那另外像 MCB2是碰撞預警機 濾煞系統 XDS Plus 主動式電子防滑差速器 以及7顆SRS安全系統 這些都是它全部的標配 好 那另外我們看到外觀的部分呢 它會有一些 Highline跟Comfortline 或一些喬塔差異 不過其實最主要是它的頭燈的部分 如果你是在Highline的部分的話 它的頭燈會有仙氣頭燈 以及LED的日行燈 那Comfortline的話呢 就是傳統的燈泡 但它也有日行燈 但不是LED的 那另外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輪圈的部分呢 其實大部分 現場 大部分都有選配 那我們來講一下 原廠初始的規格 如果你是買到Comfortline的話呢 它的標配是2055 R16 那如果你是買到Highline的話呢 它是22545 R17 那這次在圈的部分會有一些不一樣 那還有一個 Comfortline跟Highline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尾燈的部分 Highline呢 它會做一些暗色的處理 所以讓它看起來更加的醒目 更加的帥氣 好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外觀 它有一個非常深邃的腰線 這腰線非常的漂亮 其實我們之前拍PASA的時候 也是看到這個腰線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深 那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個顏色呢 是要用選配的 售價我記得好像是9千塊左右 我們可以 有興趣的消費者的話 你可以直接到現場來問 好 那最後呢 就是再次來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活動 它是從今天的晚上 以及到六跟日 這幾天的時間呢 都會有這個戶外展示的部分 那六日呢 它一天會有三場的Car Show 那至於Car Show的內容呢 我想就讓大家自己來體驗了 那至於Car Show的內容呢